外贸订单大量消失 港口空置的集装箱堆积如山 中国当下的外贸形势异常严峻 高中低端市场全军覆没 中国制造面临严峻的挑战 近年来国际贸易环境风云变幻 贸易壁垒不断升级 加之全球经济景气度的波动 我国的外贸行业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过去几年的外贸订单量急剧下滑 曾经无比繁忙的几大港口 如今也是冷冷清清 空置的集装箱更是堆了一层又一层 前不久就有媒体报道称 在深圳的延田港 大批的空装箱滞留在港口 整个港口的发展也都陷入了困境 而在上海的阳山港 空置的集装箱数量更是惊人 甚至一路堆到了泰仓 连停车场都用来堆放积压的集装箱了 随着外贸订单越来越少 加上全球经济的不景气 世界各国对海运需求量也在大幅度的下滑 所以很多的集装箱都堆放在了港口 一位在港口从事护运工作的司机告诉记者 如今很难在港口边上看到那么多工人了 只有少数的工人在忙碌作业 外贸订单数量骤减 有些外贸订单更是凭空消失 这给整个行业都带来了巨大压力 由于没有那么多订单来养活工人 所以大部分工人都只能在家待业 不仅如此订单的减少也使得国内很多的大型工厂 也纷纷进入停滞期 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有业内人士坦言 中国外贸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 无论是规模庞大的出口订单 还是饱受期待的高中低端市场 都在这一波变革中全面失守 面临着重大挑战 前些年有个关于中国制造业的笑话是这么说的 有人好不容易出了趟国 欢欢喜喜从国外买了个洋物件带回来 没曾想到家一看 那东西上明晃晃地印着中国制造四个大字 这个笑话让大家都乐了 但实际上也从一个方面表明 中国制造业很牛 不光早就走向世界了 在国外呢都能看见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 这表明中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 然而到了最近几年 中国制造的地位却不停地受到外界的影响 首先由于我国近几年出生率降低 青年劳动力减少 并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 所以人力成本在不断地变高 其次各种原材料也在近些年来持续上涨 让很多的制造加工企业都不堪重负 此外越来越严苛的政策环境 比如环保税收这些都让加工企业举步维艰 加上之前我们加工生产的都是中低端产品 技术性不强 所以很容易被取代 也容易造成订单流失 不仅如此 由于某些原因 美国等一些国家采取了保护本土企业的措施 对来自中国的货物实施增税政策 这样一来 我国出口到别国的货物价格就不断上涨 导致一些国家不愿再与我们合作 与此同时 美国将目光瞄准的东南亚国家选择在那里建厂生产 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实力不强 人力成本低 所以发达国家能赚取更多利润 东南亚国家并没有受到出口方面的制约 所以货物价格很低 这相当于绕开我国 直接与他们产生利益关系 或许有人会讲 像这种没啥技术水平的初级加工 他们想要 那就给他们就好 反正咱们已经从中国制造 迈向中国制造的下个阶段了 但要是真这么容易 中国制造业也就不会经历它的艰难时期了 前面提到 中国制造在国外到处都是 这真不是夸张 差不多每个外国人家里 起码都有一件东西是中国制造的 客观来讲 这种情况不就是妥妥的双赢局面吗 我们挣着钱了 国外消费者也能买到更实惠东西又好的商品 然而有些外国人可不这么看 他们排斥中国制造 就因为中国商品东西好价格还便宜 这样一来 当地制造业的生存空间就会被挤压 那他们就赚不到钱了 除了这个原因 他们还觉得 中国制造有个挺吓人的点 就是粘贴复制的本事特别强 好多时候 国外只是让中国帮忙带加工 可也不知道是哪出了岔子 中国就把整个产品给弄出来了 不仅造出来了 价格还更低 性价比也更高 国外好多企业一瞧 就都表示不想带着中国一块干了 这不就是教会徒弟 把师傅给饿死了吗 就这样 欧美国家把好多电子产品领域的大型代工厂 一个接一个地从中国撤走了 其中典型的企业要数富士康了 富士康无端停长 好多工人无奈失业 没了经济收入 欧美这么做 主要就是想压制中国制造业的升级 不想让中国制造业往好的方向发展 而东南亚的某些国家 主要是打算把中国的低端制造业抢过去 好推动其社会经济往前发展 于是他们一合计 就给中国制造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许多的外贸工厂开始倒闭 无数的工人面临降薪裁员 甚至是被迫失业 制造业受到冲击 最惨的永远都是底层的劳动者 面对外贸行业的巨变 他们没啥风险应对办法 也不懂啥是产业的转型升级 他们就晓得厂里现在效益不行 工资得变少了 说不定自己还会被辞退呢 这就是人在时代转变进程里 显得没啥办法的方面 在过去疫情那阵子 好多人都觉得实体产业特别难熬 店里没啥营业额 可还得给员工发工资 在这左右为难的状况下 最先受到损害的是一些基层员工 就说典型的服务业吧 这三年疫情使得好多员工没了工作 不少店铺也都关了门 进场呢 工资还变少了 大工根本没啥前途 没辙啊 工人们只能去找别的活路 比如说自媒体行业 兼职行业 外卖行业啥的 反正就是不进场干活 要是一直这样下去 制造业都招不到人 别想转型搞制造了 到时候连普通的制造都搞不成 面对外贸行业的巨变 遭受巨大压力的中国制作 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有人说 可以依靠国内消费来带动 然而 仅仅只是依靠国内消费者 来拯救是不够的 更多的还是应该自己多走出去 因此 要向扭转这个局面 还是得从提高自身技术做起 中国目前的制造业水平 和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 做工的精细程度 生产流程等 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想要达到德国工业的发展水平 还需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不能把眼光 只放在中低端制造业上 应钻研技术 努力承接高端工业订单 毕竟想要在世界工业上 占据一席之地 还是需要高科技产品 其次 我国要加强和周边国家的联系 打同周边市场 这样能对外贸出口 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三 我们对内要扶持相关外贸企业 帮助他们多参加外展 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 有了更多交流 才能促进贸易 获取更多订单 最后 就是要重视跨境电商资源 跨境电商是更省时 更便捷的订单获取方式 阿里国际和亚马逊等网站 都是让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平台 如果我国家大对这些网站的扶持 那么出口订单一定会逐渐增多 想挽回流失的订单 就要内外结合 双管齐下 提升自身的同时 不忘加强与邻国的联系 多渠道 多方法地促进外贸生意 把之前丢失的订单 重新找回来 扶持足 扶持着